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一小世界 这个小时来来我这个说主持这么多年 20多年的广播节目 第一次有机会可以跟这个职业的人 而且在职现在就在在这个职业的人 这个做访谈 你看我们这个各式各样的职业 我大家都问过 那这个今天可以问到一位真实的 在职的法官大人 好不好 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特别的来宾 这个专访来宾叫林孟皇法官 林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你生命中除了林法官之外 有没有什么别的称号 很多人都叫我林老师 林老师 我今天对法官讲话不能够太随便 不过没关系 今天法官落到我手中 别人来问人我来问他 来法官大人 这个出了一本书叫剧透人性 这个林法官跟别的法官不太一样 是他非常愿意深入民间 去宣导一些法律常事 知识等等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这件事 大家知不知道后年的1月1号开始 现在是2021年 后年就是2023年的1月1号开始 台湾要施行所谓的国民法官制度 什么叫国民法官制度 就是你再也不用到报纸上去骂什么恐龙法官了 或什么 然后你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法院会让国外的这种所谓的陪审团的制度会出现 而且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被选到 那么今天这个制度在即将在一年多以后开始执行 一年多一点点了 对 来 这个林法官来请教了 台湾不像欧美法 欧美像我今天在这个电影当中就常常看到这种法庭上的辩论 辩给这些什么法官听 陪审团听 台湾这种制度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吗 我们民国元年有一个第一个案子 就是一个革命军被这个一个县长被杀死 然后那个案子当时就采所谓的英美法的陪审制 所以民国元年就有了 所以这是谁要采什么制度可以的吗 还是就那时候就可以做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那个时候民国刚成立 基本上是没有法律的 那时候的司法总长 他本身有英国的大律师资格 所以他习惯 对 他以前在香港当律师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国家 从一个满清政府变成一个民国 所以希望有一点新气象 什么都一定要换新一下 对 可是为什么后来的发展当中 没有所谓的西方陪审团的一个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毕竟比较通常都是英美 就是美国 英国的殖民地才会有的 像香港 新加坡这一类的殖民地国家才会有 他这套法律其实所谓的判立法国家是蛮复杂的 美国不是也有吗 美国也是 台湾不是什么都跟美国找吗 台湾的法律比较是学欧陆法系 就德国的 我们的法律学者大部分都是 很多都是留德的 对 所以德国人就没有 德国他们以前一开始 他们在19世纪其实也有学英国的陪审制 不过因为他们的法官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官僚体系 他们习惯 所以他们后来施行的100年左右吧 他们后来就改参审制 就是现在有两个制度 一个叫陪审 一个叫参审 一个叫参审 参审就是说由法官来决定 是吗 陪审制就是说事实的认定 有罪无罪这件事情是由陪审员单独决定 法官不能介入 不能介入 对 那法官只能就是陪审员决定有罪了之后 到底要判多重 这个是才是职业法官介入 OK 这是所谓的陪审制 那参审制呢 不一样的就是职业法官跟跟那个 陪审 一般民众就是陪审员 参审员 他是共同决定的 法官也有一票 对 他们通常可能就是像台湾 以后就是三个法官 台湾以后是三个法官 三个法官 六个国民法官 这九个 对 一定是单数对不对 是 我们 当然没有一定 像陪审制通常是十二个 这个就是看各国 12个就会六比六 有这种状况吗 他们原则上是要一致决 没有六比六的 他不是投票 不是他也是投票 只是说他们原则上是要一致决 就是十二个人都赞成才能判有罪 那十二个人找有一个人做钉子户就好了 这次就不要玩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有所谓的僵局判决 就是说没有办法搭成一致的判决 那个就是要从头来一次就换 换主 对 我懂了 对 也就是说十二个陪审员如果关在一个房间里讨论这件事情 有一个不肯 大家今天就不用出去了 对不对 十二怒汉就是最有名的 好来来来讲一下你讲一下十二怒汉这个知名的电影 十二怒汉 我现在有点忘记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影响世界 我们今天跟现实的法官 我从来没有访问过法官我们的林梦煌 林法官 那个林法官请教就是在电影上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电影叫十二怒汉 十二吧 就讲就是十二个陪审员他们在审一个案子的过程 那那个案子是 那个 那个那是一部电影啊 就是已经距今超过五十年 那当时是一个黑白片 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个黑黑人的小孩 然后被起诉就是涉嫌把他父亲给杀了 然后那一部电影的主轴就是十二个陪审员 一律是白人 然后他们在在他们所谓那个小房间里面在评议的时候 要决定到底这个小孩有没有罪 然后原则上本来是十一个都认为有罪的 那就有一个人他他就不放弃 他一直认为证据是不足以支持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法庭 在在那个房间里面 大家在由说服的过程不断的重新去检视证据 然后去彼此对话说服 然后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去检视说 这个证人的正值可不可信啊 然后这个证据是不是可以证明啊 那最后来一个大翻转 就是达成一致就是判这个无罪 所以本来是十一比一 对 对不对 对 只有一个人认为说是小孩子没罪 是 最后变成十二比零翻转了 没错 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的感觉 当时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就是那个少数的人 他能够有那种道德勇气 他能够坚定他的信念 就是即便其他十一个 一直说这个大家赶快 平平回家了 这个很清楚了 他还是不放弃他的信念 然后一直一直跟大家对话 然后慢慢的赢得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就整个翻转 对 像我们就是以前看电影 看到陪审团的 这我就律师在那边辩论 在台上来帮这些当事人 做这些辩论 那个在电影的那些情景上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推理小说 就像人性 还有陪审人 等等的这个过程 加上法官 我觉得法庭的生活 真的是太令人 这种觉得 这个太厉害了 台湾就一直没有这样的制度 所以 从后年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年满23岁 好像是这样 对 定23岁 应该是说 23岁比他成熟一点 是 因为法定 那个什么 选举年龄是降成 要上至18了 有人这样提案 是 对不对 但是这个陪准 要到23岁 OK 只要年满23岁 然后 这个可以就可以 被 可能被领选出来 他 他怎么被领选 你知道吗 他基本上 因为 这个是 以后变成是每一个国民 就是年满23岁 国民的义务 是义务了 对 就是说 你不去 甚至有可能 有采法等等 这些状况 为什么 那他 以后就是说 他前一年 譬如说我们 后年 2023年 1月开始实行 那 前一年的9月 这个各地方法院 就 要把他所需要的 未来一年 他预估 他需要多少的 备选国民法官 OK 他就会把这个需求 提供给 那个各各地方政府 譬如说台北市 就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 他就必须在10月份 就从他们的 因为都有那个选举名册 他就会从 他的那个资料库里面 然后去随机抽选 他这个法院需求的原额 那这个原额 这个曝出来之后 法院会有一个委员会去审查 有没有一些人 他可能资格不合的 比如说他可能 他可能是 虽然还是活着 他可能是植物人 或者是有一些特定身份的 像立法委员 这些人 他们是不能担任的 那筛选完之后 他剩下的 比如说本来是 假设 假设本来 本来是1万人好了 然后他筛选可能 筛选掉200人 那他就会通知 剩下的980人 9800人 他就会跟这些 列在这个名册的国民说 未来的一年 你有机会可能会被抽到 就先通知你 叫你要有这个心理打算 未必会选上 可是你要预期说 你未来这一年 可能有这个机会 不能拒绝对不对 不能拒绝 那这个等到开始施行 2023年 1月开始 你有就是 就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 那种案件类型 进来了 法院就会去通 他可能就会把他的需求 他就会说 譬如说我这个案子 我可能需要通知150人 那150人 他在从刚刚讲 那个9800人 那个名册 然后去随机抽选出150人 那这150人 在一个月前 就是那个案子开始开庭 一个月前 就会收到通知 那收到通知的时候 你按照那一个法院 要求那一天 你就去报道 那去报道的时候 这个审检便 就是法官 检察官 律师还会问问题 说你去了解说 你这个人有没有偏颇 譬如说你这个人 或者说你这个人的 他一走进去说 会死 或者说你已经被污染了 什么什么 有特定的偏见等等 那那些排除了之外 就从里面去抽出6个 150人抽6个 其实不会每一个人都来报道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譬如说他有什么 他可以提出一个合格的证明 他生病了 对 或者他不在台湾 像你满70岁的人 你原则上是 你还是会通知你 因为你可以 可是你可以拒绝 70岁以上可以拒绝 对有一些人就是说 他你来 可是这个 你如果符合那个法定要件 你可以拒绝 像老师啊 这也是个都可以拒绝 老师可以拒绝 对因为他可能认为 他的教育工作还是重要的 所以特定职业的人 他是被通知来 可是你可以参加 可是你也是可以拒绝 你有拒绝权 对 所以那150个 最后会列入那个抽选的 没有那么多啦 那到时候在随机抽选 抽选出6个 这个政选的国民法官 男女不管 不管他没有在 就是抽进来就是政选 就是6个 然后二到 我们通常现在都用4个 可是就是4名被卫国民法官 就是10个人 对 那那是被卫国民法官 就是用意就是在于说 当那6个人 譬如说开一庭 开到第二天 哇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能当了 那这个 这个被卫国民法官 就可以马上递捕进来 那 好好好 来来我们再休息一下 如果假设有一天 我要是被选上了 对 你赶快告诉我一下 我如果被选上那一天 开始我要做什么准备 好不好 好 休等你 来来来 等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逸想世界 2023年 我们每一个国民都有一个应尽的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当国民法官的义务 也就是你会变成 范法官 林法官 张法官 王法官 对不对 对 大家都可以当做这样的一个国民法官 所以你会在这个某年某月某一天 突然之间你会被通知 你成为今年度有可能被领选的人 而且你还要经过这个审理 出事 口试 面试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说你合格了 但是还要再等候通知 你每天就走上法庭 坐在陪审席的这个位置上面 所谓国外的陪审席里面 然后你会听着双方 再来你来我往 你来我往你来我往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最后来做一个判决 听起来是这样吗 林法官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吗 对对对 听起来很让你兴奋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因为平常你知道茶余犯后 大家对很多事情 都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谁怎么了 谁怎么了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了 干嘛干嘛 今天真的就可以走到法院 人家说侦查不公开 你就是这位知道 第一手的消息 看到法官怎么样的办案 等等 而且你还不是律师 你是决定的人 这个我们没有受过法学训练 我们也没有这个 有过法官的训练 那你还有三个职业法官 就是等于是专职的法官在那边 那个林法官我请教你 你突然找了六个素人 在你旁边跟你平起平坐 你心里什么感觉 我今年四月份有担任 我们台北地方法院 一场模拟法庭的案件 你有模拟过吗 对因为现在都一直在模拟 因为你正式上路要先准备 那我是担任那一场次的审判长 那不管我自己实际担任审判长 或者是去旁听其他的案件 我觉得其实法官在认定事实 有时候不见得比较高明 那个就是我们因为讲那一天 你来法庭很多人是不会跟你讲实话的 那你要去判断一件事情的真伪 你要查得真相 有时候不同经验的人 他提供他的一个观察的角度 会让我们这个案件的审理 他会更接近真实 那所以我不认为说 我还蛮乐见说有可以跟国民法官一起参与 你蛮乐见的 对啊 因为法律 法律基本上就是在解决人类社会 要处理人类社会的纷争 我知道你是个很愿意走到民间跟大家沟通的人 还会来上广播 还出书 以前都是不准的 没有人在出这种书 就是我们都出那种 法律书 对 我这已经是第五本了 那我有三本是法谱书 我都希望多跟民众对话 OK 你法官出的这本书叫做剧透人性 好不好 什么叫剧透 是这个追剧的剧 对不对 是 所以林法官也追剧 因为法官也是人 那也有休闲生活 不要这样讲 不要这样讲 那也有他的休闲生活 那这个有时候看一些戏剧 你就会有一些心得 有些想法 刚好有人找我写专栏 那我们写专栏都还要报备 是哦 还要经过院长批准的 是哦 对对对 那写了两年就有一些 就想说把他整理 然后重新完成了这本书 OKOK 了解了 来我们来讲 六个国民法官 加上三个所谓的专业法官 对不对 对 就新增九个 那九个人去投票吗 还是怎么样 他每一个案子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表示意见 意见 那是关在一个房间表示 对 对 那每一个人都要表示意见 然后你要一起参与投票 那我们现在的 我们这套制度是比较学日本的 原则上就是说 他他不同了那个有不同的表决门槛 原则是要就是至少都要一个法官 判有罪至少要有一个法官 你今天三分之二的话 你 就说三个法官都判没罪 六个都判有罪也不行 对不行 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官是支持某一方的 像像我们那一场次 我们那个场次被告是认罪 只是说他到底是 那个场次是什么案件 什么案件 我觉得那个案子 警察官其实是伤害致死 伤害致死 那那个法定刑是七年以上 OK 那被告变称就是过失伤害 那这个过失伤害 那个刑度很轻 那这个案子后来 大家一致认为是有伤害 有有有故意的 故意伤害 那故意伤害跟伤害致死 这个又不不同 那我们结果 表决的结果就是 五个国民法官认为是普通伤害 一个认为是伤害致死 那这个时候是 他们是五比一嘛 那我们三个职业法官 另外两个 是支持那个伤害致死 就是判要判比较重 那我呢 刚好我的想法跟五个国民法官 比较接近 那我投的是普通伤害 所以他们五票加我 一票就刚好六票 就过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那个案子就判 普通伤害 就是判的很轻 比较轻一点 对就比较轻一点 那这个其实因为秘密投票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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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不知道 只是说你在投票之前会有讨论 大家会沟通 会表达你的看法 那可是最后还是以投票的 秘密投票 最后还是以投票来来决定 那表决的结果就是 我们 我跟五个国民法官的 是站成最后的多数意见 用这个来做 对不对 OK 好 那大家初步有点概念了 这还是用投票的方法来处理 因为法官不像英美法 英美法里面是法官没有投票权 是 有六个或是12个这个陪审员 他们一致通过了一个决定 说有罪还是无罪 是 法官在争据有罪无罪去量刑 对不对 对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法官混在一起 三比六的比例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小细微的规定 好 来我们再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杰影响世界 有没有准备好当法官的心情 对不对 这个不用领选 不用参选 你也不用去考试 好吧 你也不用 你只要身为国民 23岁以上 也都有机会 对不对 那么当然要排除一些人 可能生病的 无行为能力的 或者很偏颇的人 等等之类的事情 请教一下林法官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林梦皇法官 他出了很多书 今天我们看他 出的最新的这本书 叫剧透人性 就从很多的一些的剧当中 看到的一些个案 事件 我们来看看 这个法院的 这个审理的过程的一些 科普的知识 但是我对于 后年要举行的 国民法官 我非常高的兴趣 来 法官请问一下 就是我今天被选上了 那我要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 不用 不用准备 哎呦 好紧张 你没有叫我去读几本书 叫做什么 法律规则 交通规则 他原则上 就是他就是希望 用一般国民的法律感情 来参与什么 他没有 也没有要考试 或者是先 说他先 叫你先做功课 他会有一个 他会 我刚讲的 就是说 他会通知你 譬如说 你30 他 你 就是你被抽到 那150个人 其中一个的时候 他会寄有 他会寄一份 国民制度的说明书 让 这个国民法官 知道说 到底他未来 他的权利义务是什么 那他也会提供 因为现在是网页网页 他会就会有相关的一些 这些资讯 现在网路上都收集 对 大概 有这样的认识 就可以了 我们通常都是去之前 我们会先到 接到一个 简报资料 说案情 前情提要 大纲 内容是什么 这个国民法官 没有这个 这个杀了那个人 那个人干什么 这个嫌犯背景 你们不会提供 这个我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 你被选上了之后 会有 至少 大概会花个三时间 叫做省钱说明 会提供 会跟你讲说 这个案情 大概是什么 会讲 对 就是你到法院 才会跟你讲 到法院才跟你讲 对 因为 叫你不用准备 到了法院 他才会有一个 省钱说明 会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案子 假官到底起诉 是什么 然后你 你国民法官 所以他希望你一张白纸来 对 他希望你国民法官 有了解什么 权力义务 还有会跟你讲一些说 这个诉讼法的 基本原则 譬如说 无罪推定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 那我是为了让 我们的 因为我写这本书 也是希望让民众 可以对这个制度 有点了解 所以我有两章就在谈 这个我们的所谓的陪审制 明白明白明白 了解 这个就是说 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来审 对 然后一审 二审 三审 对不对 那你知道 不是不是三审 我说一审跟二审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一个 对方会什么 发回更审 对对 什么东西 会怎么样回来干嘛 所以这个 这个国民法官里面的庭义 也会有什么 发回更审 这种事吗 一审审完了 好判完 好了决定了 那到二审区 二审的可能 九个法官嘛 三加六嘛 说发回更审 会有这种状况吗 目前 他的制度设计 就是只有一审 有国民法官制度 二审就回到职业法官 就三个 二审就三个职业法官 那最高的就是五个嘛 那法律的规定是说 你原则上 你要尊重 这个国民 国民法官制度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你不要再用一些很知为莫洁的事情在那边撤销发回 因为这些国民法官是代表了国民的意志进来参与审判 那你三个职位法官 我们讲来听一点 人家九个你才三个 你不能随便去质疑人家的一个 人家是几十管理得到的 我很喜欢你这种法官 看得出来这个很了解 你三个你要九个是怎样 对吧 对啊 是怎样 三个臭皮酱胜过一个诸葛亮 对吧 而且还有国民法官 那这样听起来 听起来 我可以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那这样听起来 一审定中生定江山 大概会更 我们以前都说一审定江山 二审要翻盘不容易 是不是 一般来讲 我们大家有这个 民间都有这样的想规定 大家有这个观念 那这样子下去 不是一审过了就过了 其实我们台湾那种一直跟人 也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你一个正常案件 像有的搞了十几年 还没确定 这个其实比较难以对社会交代了 尤其你那个案情 通常是在距离案发当下的第一时间 其实会最清楚 当然 这些证人第一时间来法院 讲给所有法官听 那国民法官 还有职业法官 依照这些他的听到的 他去做出的判断 比你那个二审 然后你那个隔了很久 然后再假设他又是传去的 应该是应该是尽可能在一审能够 事实就认定清楚了 所以以后的案子可能会跟审的机会比较少 决定性的一次的大变革 对 因为九个人 至少九个人在里面参与审判了 好 明白了 谢谢我们这个法官 我们休息一下 法官 林法官 我们今天谢谢他 因为他很愿意出书 而且写的不是那种生硬的 那种法律书 他写的是透过一些 我们说看过一些剧 像美国那个Simpson的一个案件 对不对 也是很知名的案件 等等的东西 反正我请问你先是 台中发现那个棒球棒 给你打下去那个事情 现在这个大学生看起来没事了 应该没死 对不对 身边握着保全 身边OK 会出来了 所以妈妈也就担心没有了 之前社会上很大的焦虑都消失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家庭 这三个家庭 可以说是爸爸妈妈的事业都被毁了 对不对 等等的状况 这三个男生 主嫌拿棒子打的那个人 他最终会被判到什么程度 最终 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 尴尬什么 因为你不能讲 我职业法官大概案子诉讼细数的话 我就不太适合表示意见 对 而且我也不知道讲 我会用什么罪名起诉 对 OK 通常是这样 他就是伤害一定成立 对不对 因为他伤人了 对 对不对 没有致死 对不对 逻辑上是这样 法律规定里面 条文里面怎么写 因为还要看他的 就是我们一般案子 这种有伤害了 你还是要看他的犯益 他受伤是既定的事实 那他的伤害 他用了工具 好 没关系 我不要让你为难 来我来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一个法官判决不符合民众的期待 而且超级很大的时候 你们就会这样的职位 你就会被冠上一个叫恐龙法官 是啊 对不对 对 你对这四个字什么看法 其实我也曾经当过恐龙法官 是哦 不过有时候 就是说你 我们在法庭看到的证据 跟民众透过媒体得到的资讯是不一样的 就像 我书里面提到那个辛普森案 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 那美国也常常发生一些暴动 那黑人 黑人就是被警察打 然后结果那个警察判无罪 那美国那个社会暴动还更严重 那这个状况就是在于说 因为证人在外面在那边随便讲 或者是传闻 跟你在法庭经过比较严谨的程序 得到的证据其实会不一样 那每一个国民法官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你不能受这些舆论的影响 就像我们职业法官也是一样 我们职业法官就是众人节约可杀 可是证据没有到那里 或者是说这个没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那我们也只能按照法律去判 这也是这个国家付这个薪水 让我们来从事这个工作的原因所在 对啊 我觉得这难这难在这里 是众人节约可杀 是 是不是 就像这一次这个动下去 对不对 南大学躺在家务病房 后面只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反应 对不对 然后妈妈在那边哭 对不对 是 那这个社会氛围是很恐怖的 是啊 对不对 很恐怖的 然后弄得我 我现在住台中你知道吗 我现在住台中 而且那件事情 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 真的吗 真的 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 我走到门口的左边 大概20公尺的地方 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 确实 这个 你看 会有感觉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我就发生在 他在台湾大道河南路广 我就住在那里 我就在那个地方 我只是没有看到这事件而已 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外面走来走去 对不对 这样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子 我社会上这么大的氛围 这么大的压力 那为什么法官都没有办法站出来说 我不是恐龙法官 我是根据什么判决的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既然争承不公开 可是我公开以后 我就有判决书啊 对不对 法官应该有个所谓公关法官出来吗 不要变成是那个 或关公法官出来 好不好 就这样嘛 总有一个事情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法官也可以开直播啊 对不对 或者做 我可以做网红啊 跟你讲 你知道吗 这个判决是这样 这样 抱歉 我可能比大家那个另类一点 我看你很厉害 我看你可以跟大家侃侃而谈 对不对 这个有点困难 就是每一个职业有他的伦理 伦理要求 那因为假设 譬如说这个案子判了之后 不管是有罪无罪 那可能 另外一方一定是一方败诉 譬如说刚刚讲的有罪无罪 可能是检察官起诉的 那那我们今天如果宣判完之后 按照道理我们 我们的对这个案子的认定 我们理由都应该在判决里面去交代 那你今天如果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 不要不要不要讲记者会 就是至少说一个说明嘛 现在都会有法院发言人会发新闻稿 只是说那个新闻稿 当然有时候一般人 那个新闻稿都听不懂 很难以理解 所以这个当然也就是他需要 我们司法跟社会对话 对不对 还有很多需要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那种 网路上有多少人 把过去的案子拿出来 抽丝剥茧 做成节目 都得到很多高的收视率 我叹几 因为司法司法院应该做这样的改革 把这些人找来 把这些案件摊出来给你看 当时是这样 当时是这样 做起来就很有趣 什么江国庆冤狱案 对对对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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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案子 把他摊出来给大家看 让民众有更高的这种 所谓法律的常识知识 这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主持人这样建议很好 我觉得我们司法院可以考虑 我出书也是为了希望 所以我说你很厉害 谢谢 对不对 虽然我最好不要再 遇到你 好不好 在法院之外 地方都可以 法院不要遇到你 我也常常这样跟我的被告说 医院说 没有人讲再见的 有纷争来法院解决是难免的 只是说 不要用刑事被告的身份 会比较不好一点 刑事被告比较麻烦 刑事被告是比较麻烦 所以将来国民法官 只会出现在刑事被告 对 我们不像美国 还有民事案件 他们也有陪诊 是台湾没有 我们只有限制在 刑事被告 那有没有分高低的 刑则高低的 什么案件 他只有特定案件 目前目前只限定在跟生命 就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然后 几年之后他会放宽到十年以上的案件 就是最轻本刑是十年以上 像前一阵子判那件试验案 就是总统府那个试验案 他那个法定刑就是十年以上 那个也可以吗 那个是他分两阶段施行 几年之后那一种案件 所以之前台中那个棒球棒 这个应该就不会有这个事 他如果是杀人伤害致死会有 没有致死 他会涉及到他的主观犯译 主观犯译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说 你到底你出手那个时间 你是要杀人的犯译 还是伤害的犯译 然后你用的工具 这些都会参考 检察官起诉的状态是什么 对 好啦我们拭目以待 新的一个时代来临了 好今天谢谢林法官 林老师 谢谢你 我希望你可以变网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